共军连续四天围绕台湾展开大规模军演 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中国军方从现在开始 共机共舰将会常态化的 在海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 面对对岸的恫吓 国军从明天起也将轮番实施 空层空域操演 重炮射击 外岛部分则会有火炮射击操演 还有镇江操演 陆海空验证联合作战与国土防卫能力 同时也有反制共军的意味 F16战机挂弹升空 持续在外海进行监控 尽管中国解放军大规模 时兵演训主要项目暂时告一段落 但国军仍然不敢大意 屏东方山满风阵地 为反登陆的射击演习做准备 射击区域跟共军的军演范围 甚至有小部分的重叠 不仅海滩有部队进驻 恒春机场也被发现有直升机降落 陆海空有所行动 9号开始轮番实弹操演 空军将在西南空域实施空城空域操演 第四作战区规划在屏东地区 进行重炮射击训练 传出将投入的榴弹炮 迫极炮就超过80门 我认为要断然反制 展现我们的决心 到我们的领空就极落 应该这个样 到我们的领海就撞下去 因为它是我们的领海 为什么可以让它进来 至于外岛部分 金防部这个月选定11天展开火炮 射击操演 棚防部则是混合机部营 战车营跟装机营进行正疆操演 而中国官媒央视则引述军方人士说法 中国军方从现在开始将台湾海峡 中线东侧的演习将会常态化 对岸打破默契 涂掉中线 台湾战略空间被压缩 国军接力演训 验证我国联合作战 跟国土防卫能力 尽管军方强调都是例行演训 不必过度解读 但反制意味却相当浓厚 记者就位学生台北报道 随着两岸形势升温 近日中国网工频传 现在也出现了手索被骇客入侵的学校 台湾大学教务处网页 昨天晚上9点多遭到骇客入侵 学生点进网站之后 背景是一片红通通的 上面写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字样 而且不止教务处的网站 隔没多久研发出的网页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校方在第一时间 对外回应表示 因为遭到骇客入侵 启动了应变程序 先关闭这两个单位的首页 抢修完就会重新上线 台大学生进入学校官网 想要查询课程资讯 没想到点开交出网页一片空白 就连研究发展处的页面 也显示维护中 因为前一晚有台大学生看到 学校网页出现这一幕 背景整片红通通被换上斗大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字样 就连下方招生资讯 还有选客专区的图示也全部被换成敏感标语 不止台大教务处网页疑似被骇客攻击 隔没多久 台大研发出的网页也沦陷 只见左上角也被换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红色图片 第一时间校方对外回忆 因为遭到骇客入侵 请斗应变程序 宣关闭这两个单位的页面抢修完会再重新上线 他的细网 甚至就是说各实验室 他们有时候会自己架这个网站 往往是会有一些资安的漏洞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长去做好这个相关的修补 扫描国内一些常见网站的这个漏洞的方式 最后发觉就是说有一些网站有漏洞 于是他就会试图去利用 然后来去篡改一些的这个资料 专家呼吁校网如果遭骇客入侵 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学生资料外流的问题 在进行修复的同时 也要追踪资料是否有被遣去 届台北综合报道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现在还有中国网络媒体传出假消息 指称总统蔡英文准备从故宫馆藏的70万件藏品中 挑选出价值最高的9万件转移出国送到美国和日本 对此国立故宫博物院严正驳斥 这个是假消息 请民众不要听信跟散播谣言 对外界关注院内收藏大批的珍贵文物 如果碰到了战争该怎么办 院方则表示故宫的环境和库房都可以妥善地保存 每件文物不会有一致的方案 会在第一时间紧急对外澄清 就是因为中国网络媒体 在网络上流传假消息 指称总统蔡英文在为当局台海情势做最坏打算 准备从故宫馆藏的70万件藏品中 挑选出价值最高的9万件转移出国送到美国和日本 而这样的假消息还不止一篇 更有讯息宣称把国宝转移到美国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很难再要回来了 不能让国宝再次流失 要赶紧想办法拿回来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才安心 就怕这些假消息在网络流传 让民众信为真 国立故宫博物院急忙发出严正声明 澄清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请民众不要听信和散播假消息 只是眼看台海情势紧张 故宫博物院又收藏大批珍贵文物 万一碰到战争该怎么应对 在故宫里面来保护我们的文物 基本上在环境上或是库房 这就是一个结架的一个地点 还没有提出所谓的要一致的方案 台北故宫也坐落在安山年盘上援 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文物不要动最好 国立故宫博物院强调无论是北故宫或是南故宫 都有绝佳的环境和库房能妥善保存文物 关于战争地震等灾害因应方案 涉及文物管理和库房机密 不方便对外回应 记者送到 共军透过绕台军演恫吓台湾 原本国军针对大台北地区 出了原本的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阵地 空军规划要在林口归山交界处 新增天宫三型防空飞弹阵地 共同执行首都反飞弹任务 不过现在传出发包延宕 加上阵地一次遭到占用 首都防空能力提升恐怕堪率 但空军回应一切进度都正常 对于武器部署则不多做评论 中国东部战区涉及新型远程火箭弹 共军烙台军演国军全程警钉 但如今大台北空防却传出警讯 过去数年台湾积极研发天宫三型飞弹 原本北台湾现行防空阵地 以爱国者三型飞弹为主 部署在新店南港等地 空军原本计划要在林口归山交界 新增天宫三型防空飞弹阵地 来执行首都反飞弹任务 但空军代号飞凯二号计划 原本整建全台阵地 耗资八百多亿 要在2026年完成 但不但没有阵地完成发包 攸关台北防空的桃源龟山 新建工程阵地 更传出被加建高压电塔 疑似遭到占用 空军仅仅发出文字声明 强调营区诊舰进度正常 但武器部署不做评论 只是捍卫国土超过五十年 英式飞弹系统明年退役 天空三能否接力至关重要 加上共军飞弹威胁 无所不在国军计划 能否按部就班 攸关我国领空防御 就是我们讲周中林 和不到